大家好,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深火小技巧,那就是如何把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离开来。 我们将需要的道具呢,很简单,首先是两个盘子,然后还有一个矿泉水瓶,再就是我们主角的鸡蛋,就是这样。 好,接下来呢,我们首先把鸡蛋打到盘子里面,像这样。 好,那接下来呢,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矿泉水瓶,首先把瓶块拧下来,用矿泉水瓶的瓶口,对准蛋黄。 在吸之前,我们首先挤压矿泉水瓶,挤出少许的气体,然后像这样一心一吸,蛋黄就被我们吸到了矿泉水瓶里面,然后放在旁边准备好的空盘里面。 像这样被拨离出来的蛋黄是非常纯净的,可以再演示一遍给观众看。 像这样,挤压出少许的空气,轻轻的吸入矿泉水瓶,然后放到刚才的蛋液里面。 然后呢,可以再看一遍,挤压矿泉水瓶,轻轻的一吸,蛋黄又被我们剥离了出来。 怎么样?是不是很简单?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,用这样的方法去剥离蛋黄和蛋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